酒後駕車不僅造成其他用路人危險 還會危害自身安全 花蓮一名機車騎士過去就因為酒駕被註銷駕照 沒想到26號他再度酒駕上路 行經舊書花和人睡到時不慎自摔 頭部重創不治 警方事後進行抽血檢測 酒車值高達1.275 救護車鳴笛趕往救護現場 只見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騎士在一旁移動也不動 警銷人員立即進行搶救 這起意外事故就發生在26號凌晨2點40分左右 花蓮一名43歲周姓女子下班後 前往中和部落娘家喝酒 結束後要騎車回家 結果經過河中隧道時 突然不慎自摔 導致頭部受到猛烈撞擊 送醫後仍然宣告不治 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後發現患者 右側警部有約3公分撕裂傷 患者救護人員 一級實施CPR以後將患者 獲送 根據了解 這名富人是名酒駕灌犯 駕照也因此遭到註銷 沒想到卻還是學不乖 警方事後進行抽血檢測 酒車值近高達1.275 嚴重超標 新村僥倖酒後駕車 危急湧入人安全 也賠上自身性命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徐立芹 新城鄉報導 設定 好了 葬 功